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夜来香,何日君再来 这些首歌在华人世界传唱数十年 原始主唱人,其实是一位说汉语,有汉名 走红中国的日本协同女心,叫李湘岚 而且李湘岚本人的经历比戏剧更精彩 因为早年她隐藏日本协同 就在当红之际,一度被认为是日方女特务 甚至被以汉奸逮捕,差点处决 更传奇的是,李湘岚的后半生回到日本 踏入政坛,当过三届国会参议员 也进入过内阁 这期台湾演绎,就为您介绍一身名文的李湘岚 爱着夜影歌唱 本爱那花一般的梦 拥抱着夜来想 捆着夜来想 李湘岚本名山口孰子 西元1920年2月12日 出生在中国东北辽宁郊外的北烟台 父亲山口文雄是日本九州佐贺县 士族后裔 因家学渊源和学底子相当好 母亲石乔爱是福岗县博传批发商的女儿 日俄战争后 日本人取得中国东北的优势地位 山口文雄于是在1906年 举家迁移到当时的满洲 在满铁公司所经营的腐顺煤矿教中文 满铁是从沈阳到大人 后来就沿城到长春 满洲的最大的火车 车轨非常之大 比日本国内还要大 所以它那个跑得很快 比国内的任何火车都跑得快 它整个的运输的卖动就是满铁 而且满铁它本身不但是 做这种运输的工作 还有做整个中国的调查的工作 1932年 日本扶植清朝废帝蒂府仪 成立魏满洲国 中国方面 要发生抗日游击队 袭击辅顺煤矿事件 或使山口文雄带着七小迁居到沈阳 当时清日的东北军阀里济春 积极参与满洲国建设 和关东军的华北特工活动 在1933年 也是李香兰十三岁这一年 要练习 那练习华为何量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写声乐 你没有认真学 你绝对学不好 所以那个意大利的女声乐家 当然非常的严格 也因为严格的训练 对她其实后来 这个当一个歌星 是大的一個幫助 波多夫人 她要到東北中國來表演跟演唱 可以李香蘭幫她唱暖場 就等於開場的時候有李香蘭唱 所以在1933年 李香蘭13歲的時候 李香蘭就在她的音樂會來開場 唱第一次登台唱歌 那第一首歌她唱的是《荒城之夜》 李香蘭喜歡唱歌 並且從聲樂練習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剛好當時 具有軍事宣傳任務的奉天廣播電台 為了營造日滿清善 舞足協和的氣氛 特別尋找國民歌謠的專屬歌手 條件是中國少女是樂譜 能說北京話並且懂日語 因此擁有業力外表 有雙深邃大眼睛的山口鼠子 隱藏日本人身份 用了李香蘭的名字 考取奉天廣播電台的專屬歌手 跟國策有關係 因為那時候日本人統治滿洲國 雖然扶植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 當滿洲國的一個統治者 可是你要怎麼去收服這些 淪獻及滿洲國的人民心 用歌 用歌也是個方法 所以他們就要請人做了很多 所謂的國民歌 蔣革命就是流行歌曲 流民歌就是新滿洲歌 李香蘭就是專門 做了歌曲以後 就由李香蘭在電台裡面 把它唱出來 這首余光曲 就是當時李香蘭的 成名歌曲之一 這是當時台灣台中出身的演員 羅鵬 和女演員王仁美 共同演出的同名電影主題曲 以中國人的身分 進入奉天廣播電台 李香蘭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學業 1934年 她轉往北京 就讀教會學校異教女中 当時她寄宿在 天津特區市長潘玉貴家中 並且改名潘淑華 身分上是潘玉貴的楊女 從此進入中國上流社會 也因此解釋愛心絕羅皇家女 後來被日本人川島浪宿 收養的川島芳子 川島芳子大十幾歲的樣子 所以川島芳子也跟她很要好 因為他們兩個人 那個芳子跟宿子 日本話的發音都是一樣的 川島芳子女扮男裝 她穿的都是那個男士的 那人家都是叫她大哥 那個李香蘭就叫她哥哥 他們這些人呢 都是她的侶儒 就是她身邊的人 他們做什麼呢 到夜總會啦 到什麼這個紀錄部啦 什麼今天晚上 他們呢白天睡覺 晚上呢就是差不多黃昏出動 後來她就離開了川島芳子 1937年盧溝橋事件 開啟了中國八年抗戰的歷史 但初期佔上風的日本 在東北和華北的勢力 越來越大 國策會社滿洲印畫協會 籌備一齣音樂劇 蜜月快車 看上了李香蘭的歌聲 和外貌的市場吸引力 說服李香蘭幕後代唱 但沒想到 代唱最後變成主演 這個滿令公司啊 他們要加強他們的 電影的一種宣傳 所以就必須要去拍了 這個所謂的日滿清善 那種國策電影 他必須要找一個 適合的一個女演員 這個女演員必須要 能夠講中國話 還講日本話 李香蘭啊 第一個以他的 跟他的義父兩個人的背景 第二個他的中文講得那麼好 又是真的是道地的日本人 所以當然符合這個條件 啊 啊 啊 怪我的我們倆 蜜月快車描述新婚夫婦 在臥鋪火車上的鬧劇 如果我總結不了 將為我倆的愛也必須要 出事提升的李香蘭 因為瓜子臉配上一對靈活大眼 自然流露的貴氣 加上後天訓練出的好歌喉 讓這齣電影 立即風靡中國影歌壇 我倆的我們倆 滿意迅速和他簽約 成為旗下專屬演員 張冰玉是我們很有名的老牌演員 他同年就是在滿洲音畫協會 他是中國人 但是在那裡工作 他說那個時候的滿印 裡面的片場非常的大 滿印裡面有游泳池 咖啡廳 保齡球館 然後SPA按摩什麼都有 然後甚至裡面的影星 歌星 那個攝影什麼 技術都是全世界第一流 張冰玉就講 他一個月薪水16塊 李香蘭是他二十幾倍 蜜月快車之後 李香蘭進接著演出 《富貴春夢》 《冬遊記》 《冤魂報仇》等電影 重頭戲是1939年 滿意和東寶合作 找來日本當紅大明星 常浦穿衣服 和李香蘭搭檔 為日滿合作宣傳的三部作品 分別是 《白藍之歌》 《知那之夜》 《熱殺之士》 電影情節不外乎是描述 中國小姐愛慕日本青年的浪漫故事 李香蘭開始在拍滿洲 滿印拍電影的時候 她的知名度只有在滿洲跟北京 滿洲跟北京的人喜歡她 也認識她 但是在日本 台灣 上海 大家都還不認識她 但是《長谷川青》是東寶硬化 是等於跟日本國內最大的 電影公司的第一男主角 合作了以後 新文是《長谷川衣夫》 但是人家就會移情 去注意到李香蘭 結果發現李香蘭 歌又唱得好 戲又會演 人又漂亮 所以大家就開始喜歡李香蘭 所以從她的第一部的 《白藍之歌》 到第二部 一樣跟她合作了《知那之夜》 到第三部《熱殺的誓言》 李香蘭主演的中國小姐桂蘭 被日軍侵略而家破人亡 《長谷川》飾演的日本船員 猛烈追求也不為所動 最後《長谷川》 奮而打了桂蘭一巴掌 桂蘭才放棄抗入的念頭 有情人忠誠眷屬 她一直在上海 蘇東兩個地方拍的 她一直到上海 東北就很紅 這時她演戲演得很好 昨天唱歌 她的每個片子裡面都唱歌 歌都很流行啊 充滿政治宣傳的電影 透過李香蘭的演藝和歌聲 在華北地區叫好也叫做 每一部電影裡面基本上都會有 唱歌的這樣的一種情節 她的歌聲真的很好 因為她受過很好的生意訓練 唱這些歌出來 更能夠加強 讓這個影片我認為相得益彰 所以更加能夠感動人 所以當然票房都不錯 李香蘭經過這三部國策電影 推銷出去之後 她從歌星變成影星 而且建立了她影壇的一種明星地位 這時期的李香蘭因色意雙全的滿洲姑娘形象 在中國和日本名氣越來越響亮 1941年2月初 還受邀到東京的有樂町日本劇場 舉辦日滿親善個人秀 當時在天寒地凍的天氣裡 有樂町人山人海 原型劇場被包圍了七圈半 連李香蘭自己都進不了場 在日本受到熱烈歡迎的李香蘭 這時收到一封自稱松岡千一郎的年輕歌迷來信 這一位年輕人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 家世賢赫 正是當時日本外相松岡楊佑的長子 李香蘭在經過調查後 和松岡千一郎交往了八年 但南方不斷被安排相親 最後兩人的戀情沒有開花結過 那個男孩子他很喜歡 或者他好像當兵去了 所以我就沒有跟他結婚 阿雅達 你心心抱 你為相海 像若他 一九四三年李香蘭投入電影 萬事流芳的拍攝 飾演一個在鴉片窟賣糖的姑娘 搭配電影演出的賣糖歌造成轟動 從此李香蘭和賣糖歌畫上等號 但因為電影明著反應 暗地卻是情日 引發當時反日記者的不滿 只問他中國人為何要演出 侮辱中國的日本電影 她唱中國歌 她演中國少女 她也很像中國少女這種行動 談話 她口音也很好 她是北京 北京口音 聽不懂她是日本人 是以中國人的那個面貌 中國人的身份來演這個角色 那當然就不能讓人家知道說 她是日本人 如果人家知道 不管是中國人 日本人知道她是中國人的話 那這個人根本是騙人的嘛 也因為這部萬事流芳電影 白假李香蘭日後 在中國被冠上賣國賊的罪名 外形亮麗 加上聲樂唱腔 李香蘭17歲開始走紅 1930年代的知名度 和當時的金嗓子周旋 一代妖姬白光 南奮宣誌 1940年代 李香蘭不只來過台灣拍電影 開過巡迴演唱會 更掀起台灣商骨 文人的追捧 包括林憲堂 大道成布商 張無曲等 但就在台灣巡迴演唱結束 回到中國後 日本戰敗 李香蘭被當作漢奸審判 差一點被槍斃 她是如何死裡逃生的呢 一起來看 政治人的表現的舞台 劇中 棍實在說 日上鮮跑 林憲堂 你自己偏要撒 你自己偏要撒 提取 搭著電影熱潮飄洋過海洪到台灣 我在二十年來我在台灣尋找唱片 我找過了每一部比較好人家 就是有聲望的人家家裡一定有這一張唱片 紅碎蓮 這紅碎蓮是台灣人很熟悉的老一輩的人最愛的歌 唱片大賣1941年台北管前路的南邦異化工業社 老闆本村竹壽特地邀請李香蘭來台演出 跟他爸爸陪同一起來到台灣 他們就帶來一個樂隊一共七個人 因為那個時候都這樣一定Live的 一定是真的樂器 然後七個人的樂隊來演奏 他就唱大家喜歡的歌 甚至紅碎蓮 《風月報》在當年的時候 就曾經有一個詳細的報導 從李香蘭 從基隆就開始報導 說他從基隆下船來 已經擠到水洩不通了 然後不用說到戲院 到了戲院是一票難求 那個時候一張票 一元三十錢 如果以今天大概一千多塊 大概今天台幣的一千多塊 但是一下子就全部賣光 李香蘭在台灣首次巡迴公演 街頭處處掛起廣告標語 寫著世紀寵兒李香蘭登台演出 學台吹起一股李香蘭旋風 他的電影就在上映 然後下一場中間有三十分鐘的空檔 登台現場表演演唱 所以他只有三十分鐘在電影的中間空檔 雷妮買了票可以看電影 又看他演唱會 台灣出現 有史以來第一次的追星 追星的人不乏商界文人 離畫街的布商張舞曲幫他製作旗袍 還追著巡迴演唱的李香蘭南下 既而北上 當時台灣文化協會會長林憲堂 也敗倒石榴群下 在霧峰射宴款待李香蘭 還一口氣做了八首七角 總題為李香蘭 林憲堂的這個紀念曲 他的日記也寫得很清楚 他怎麼樣子站在李香蘭帶來化妝 他就站在後面欣賞這一位美人 兩年後1943年 李香蘭受邀再度造訪台灣 這次為的是拍攝電影《殺猿之中》 李香蘭在片中詮釋台灣泰雅族原住民獸女沙淵 穿著原住民服飾赤腳在山裡拍攝 李香蘭的深邃五官 讓這個角色充滿說服力 李香蘭演了三地少女 演的不是三地少女 演的是李香蘭自己啊 敢豬 敢鴨子 敢雞 也是平常唱歌 很活潑 三地少女沒有那麼活潑 李香蘭演的不好 這 種豆腐不滿意 以後重拍而已 不過也因為角色和真實的她 反差太大 讓李香蘭吃足苦頭 不過《殺猿之中》播出後 的確替日本當局 號召了許多山地青年 前往南洋參戰 1944年 李香蘭加盟百代唱片 雷克翻唱周璇曾唱過的 《何日君再來》 這時何日君再來才真正串紅 剛好 剛好中國早期流行 音樂家李景光 創造出一首《夜來香》 仿效中國的民謠和鼓曲 又添加了歐美的元素 這首歌並不好唱 很多人看來覺得挺好 但是她音樂太廣 周璇看來說也很好 我覺得蠻難唱的 後來李香蘭也吃了 也是隨便唱 隨便看就隨便哼哼哼哼哼哼哼 一哼一唱一想 然後又喜歡 那麼她就提出來 她要落這個歌 李香蘭不一樣 她一開始就是走 歐洲的聲樂的表現方式 她音樂低音高音 都可以唱到很寬 一般来大概十度 李香兰都唱到十几度 十六度 十八度 甚至他都可以很轻松地克服 这首《漫轮八》名曲 将李香兰的歌唱生涯 推上高峰 就开始把他列入为天后级 他就跟摆带了 有人说七大天后 有人说五大天后 反正就是跟周璇 白光 他们都一样的等级 在夜来香这张唱片里 还有另一首歌 同样让人惊艳 这个在很多同世代的歌星里面 只有李香兰可以唱这首歌 我歌唱我飞翔 尽管战事吃紧 事况不佳 李香兰的夜来香 还是冲出数十万张销量 唱片公司乘胜追击 在1945年5月 上海最豪华剧场大光明大戏院 推出夜来香幻想曲 李香兰的个人秀连三天六场演出 中国人以及东北秀界的外国人 挤进大光明戏院 挤进大光明戏院 日本宣布投降 这朵在舞台上摇曳生姿 人人人都想拥入怀抱的夜来香 突然被抓了起 中国清算的动作一波波 李香兰穿倒方子 东京美规 当然被列为三大文化汉奸 汉奸有很多种 有政治性 有经济性 也有文化性 李香兰这一种就是文化性汉奸 他逮捕之后当然很多人都希望 等于因为恨 都希望把他处死 如果以按照汉奸处处条例的时候 像这种可能都死刑 所以有一度传闻他被处死 李香兰被软禁在上海集中营 时间长达五个多月 即将枪决前夕 吉他 阿德白俄罗斯好友柳巴 出面帮忙才帮助他逃过 被枪决的命运 他找柳巴 柳巴就到北京的他们的家里 找到他的护腾本 就来证明说他是本人 就是日本人他不送过 那这样的话 日本人替日本人做宣传 那这个不算汉奸吗 你是替你国家来做这种宣传 这个说不好一点 就是正名声言顺的事情 现在开庭 被告李香兰 起立 这个法官判了以后当然就知道 这个不应该以汉奸奸来处 不过那个法官有跟他讲 他说你派那个 资纳资业 还是应该意思是说 你还是伤了不少中国人的心 你应该还是要 这个对中国人 有所欠意 李香兰马上很聪明 他反应很快 他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少不经事 我不懂事 一九四六年三月底 宣判无罪的李香兰 被遣送回日本 也改回本名山口孰子 年届二十六的李香兰 重返演艺圈的作品 是反战电影 扶晓的逃亡 当时李香兰被评价为 重申为日本的电影女明星 之后接演导演黑泽民的 芯片丑闻 和日本巨星三船闽狼合作 也因此得到 造访好莱坞的机会 当时记者问他 在好莱坞想学什么 他居然回答学姐问 他都是非常坦白 他不会去掩饰 他因为日本以前的电影 没有接吻 结果他到哈利文 就是哈利文电影 那也好啊 他问题不是接吻的 怎么拍这个镜照 到好莱坞期间 除了学习英语参观百老会 李香兰结社大明星 尤伯莲娜 加姆施迪恩 以及喜剧之王卓别林 也是在美国 他认识了第一任的丈夫 日裔雕刻家 野口依沙姆 并且在1951年31岁那年12月 结尾列里 人家介绍认识了 这个农伍姐 农伍姐呢 他也认识了结婚 他觉得这个女儿子很好 这两个人说 我们结婚好了 但是讲好 他说如果个性不合 我们就离婚了 两人约定互不干涉事业发展 但却因为美国迟迟不发签证给李香兰 相隔两地的婚姻渐行渐远 最后只维持了五年 就宣告毗离 李香兰被逐出中国之后 恢复日本人身份 名为山口孰子 也没有销声匿迹 反而越来越活跃 甚至到美国好莱坞 参与舞台剧和电影的演出 真正推出影坛 是在1958年 选择嫁给第二任丈夫 外交官大英红 而且不久他转入政坛 不但连续三届当选参议院的议员 还担任过日本政务官 接下来我们来看 李香兰精彩的后半生 第一任婚后的李香兰 在1955年 接下好莱坞动作电影《竹之屋》 希望透过这部电影 进军国际影坛 这部黑帮电影在日本上映时 叫《东京黑暗街》 李香兰在片中饰演警官的情人 但也会为你危险 对 但我必须留在这里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很美丽的女孩 李香 我没有想到你什么事 同一时间他重返香港影坛 同时搁邵氏电影公司的 潘金莲与舞松 饰演潘金莲的扮相 古典又冷艳 这时期卖国贼的阴影远去 后续接连演出多部港片 一夜风流 神秘美人等 就因为聚少离多 1956年2月 他和雕刻家 叶口依沙姆的徽音画下句点 不过紧接着李香兰气画电影 白夫人的妖恋 这是改编自中国民间传说 白蛇传的日本电影 我会认为 谁也认为 谁也认为 沈了 你的静子 天下 虚仙様 我传逐人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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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传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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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传逐人也在 就在拍攝電影期間 他接到百老會的舞台劇 香格里拉的邀約 当时一个东方演员 要紧身好莱坞 已经非常罕见 跟黄润要站上百老会 就在纽约百老会 舞台劇的演出时 李香兰结识了第二任丈夫 日本的实习外交官大英宏 他到后台送上鲜花 并邀请李香兰共进午餐 他派到这个纽约去实习 结果他看上这个李香兰 日本的外交部说 你这个叫我派你到当地 你就开始恋爱 他就给他派到这个缅甸 Burma去 给他分开 结果两年后 李香兰37岁 李香兰从纽约 跑到缅甸去跟他结婚 这个欧大哥我相信 他也是 因为他是个外交官 外交官也是很海派 跟李香兰的生活比较合复 为什么因为外交官比较 交际比较多 跟一个外交官结婚的时候 能够合复他的生活的一个乐趣 可以穿着很漂亮的衣服 可以交际 可以这个 他可能这样 现在是跟他结婚 计划当外交官夫人 李香兰在拍摄完电影 东京假期后 宣布席影 嫁给大英红 冠夫姓改名大一淑子 直到1969年才回到日本 付出主持节目 后来他也来主持电视的节目 下午三点的女的节目 就请了很多很多女性 做客人 谈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社会的问题 照个小孩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他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 在日本也很轰盾 他也访问过 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女性 就叫赤君 赤君 就是专门暗杀 接飞机啊 种种那些人的龙头 一个女的 他就成功访问了他 像这些人都是 日本一般人他访问不到的 他就访问就是 访问赤君龙头 让李香兰荣获1973年 日本电视大赏优秀个人奖 也是主持节目的机缘 让李香兰相隔29年后 终于重新踏上中国土地 到北京实况转播 中日建交 李香兰对中国是有感情的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人家问他 那你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他说日本人 日本是我的父亲 中国是我的母亲 那母亲跟父亲应该和好 对不对 不应该是互相对立 后来到北京去访问 而且他回去访问武顺 他住的地方 他一看去 他也掉了眼泪 为什么 在武顺那边 中国人死到差不多两万人 当然这个不是他的罪过 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人 在东北是这样残酷 所以他自己写到那里去 看到那个以后 他简直不敢回想 主持节目累积高人气 1974年 李香兰获内阁总理大臣 田中角荣邀请 接受自由民主党提名 参选日本参议员 并顺利当选 并且担任参议院外务委员会委员长 从此转换人身道路 从新路转入仕途 紧接着1980年 1986年 李香兰两次都成功连任 随后转入内阁 出任环境厅政务次官 参议院冲绳及北方问题事务特别委员 自民党富人局长 从政之路甚至代表日本出访 沙悟地阿拉伯呼声国王 乌干达阿敏总统 英国柴契尔夫人等 都曾经和李香兰互动流影 就连当时北海领袖 也都知道李香兰这号人物 到北海去访问 北海去当然就是金路成的天下 那金路成那个时候呢 那天晚上喝酒的时候他特别来给李香兰敬酒 他说啊我们在抗战期间 在山里头打U级很无聊啊 都没有事啊 我们呢 无意的享受就是听你唱这本歌 唱这个什么 叶来乡啊什么这个 那个河立军在唱这种歌 那时候我们无意的享受 所以他也很高兴啊 其实很温馨嘛 那时候不管他怎么样 金路成他本身呢 都像他这样表达 所以他也觉得 我这一辈子啊 也没有摆过 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他到巴勒斯坦去 结果巴勒斯坦的这个一个母亲 抱一个孩子 她说请你把他养大 能够像以色列人这样受高中的教育 李香兰就给他抱了 好 而且他给他一个名字 力就是力量 1983年我跟他吃饭的时候 我说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 他说他念书念得很好 而且已经在李巴仁结婚 有时候他打电话来 就就给他 My Japanese mother 1993年 李香兰从政坛退休 转任亚洲女性基金会副董事长 他一度透过基金会的运作 希望促成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 及当年的被迫从军的慰安妇 道歉赔偿 从身为宣传统战的工具转而反战 甚至晚年积极对战争受害者弥补 尽管一路被称为20世纪最受争议的东方女性 但她所演唱的歌曲却横跨中日韩 继继续被传唱 继续被传唱 继续被传唱 李香兰从政坛退休 这种动乱的一个时代 日本侵略中国太平洋 他刚好到东北去 但是他有当国心民心的天分 但是他的命运瘦弱 可以说瘦人家的中文 结果他有一度变成汉奸 但是战争结束以后 日本变成一个民族国家 在这个民族国家里面 他也找到他能够扳演的一个角色 而且他不会去受这个 他命运的作用而凑着 反而每一个时代 他都要站在前面 来做这个 他能够做的贡献 所以因为这样子 他一生也不悲观 李香兰精彩的人生 在94岁高龄 2014年9月4号 走完他传奇的一生 李香兰女士 已于2014年9月 以94岁高龄此事 不论是在中国明星的 李香兰时期 或者回到日本的政界 山口熟子 每一段都是精彩激荡的人生传奇 不仅在坊间 就连在台湾学界 都不乏李香兰的研究 不愧一代奇女子 我是胡婉玲 这季台湾演艺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树梁 昨日君彩来 和我要撤回今天的小菜 人生难度的回踪 似花跟何彩